今天的雨在英國我住過幾年 就不需要擔傘 又不需要雨漏 因為在英國很習慣 這些是正常的天氣 昨晚我就發高燒 想一下今天可能不能夠來 感謝賜人生命的主 我今天可以站在這裡 從2014年到2019年 如果叫我講這五年 就很沉氣很長 我就害怕站在台上那麼久 於是我就把它濃縮一下 在2014年9月26日 我就開始去夏國 原因就是在新聞報告裡面 梁振英先生說了一番話 我就跟我的家人說 我們現在一起出去夏國 從那天開始 我們就是天天都出去夏國 直至到2014年12月11日 那天就是清長日 之後就沒有再去夏國 今年又為什麼會去夏國 就是6月9日 我看見情況是很相若很相似 憑我的經驗我告訴自己 你聽6月9日這一天 我都要去夏國 都要去天美 於是由6月9日 我又開始來了這個地點 直至到今天 好 這麼久的裡面發生很多事情 逐件說又很沉氣 所以呢 我就用幾樣東西說 第一樣呢 我在雨傘的時候 都站過大台說話 我說得最多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 某些人是不歡迎我說的 我第一次說的時候 是有人嚇我的 最後那次呢 就是給了一點點面我 沒有嚇我 那件事呢 就是 不要說粗口 我第一次說的時候呢 我下台 就有人用粗口罵我 我最後那次下台 都是說 不要說粗口 就有人說 師母你說得對 我就回答他 對都沒有用 因為沒有什麼人聽我說 所以 我就自此之後 多數都拒絕 站大台的 因為我覺得大台沒什麼用 結果真是 沒有大台 關於講粗口 就是我總結這五年 2014年 至到2019年的分別 和相同處裡面的第一樣 粗口 2014年說粗口 是有人跟你說 不要說粗口 說少些粗口 但是2019年 我們說更多的粗口 我們覺得那些粗口更貼切 更能夠達意 甚至不講粗口的人 都要講粗口 我有一次在街上都講粗口 我問那個人 你屌什麼 因為他屌我 於是有些人就呆了 師母 為什麼你講粗口 但是那個被我問的人 就呆了 我勸大家 說少些粗口 因為我們在做一件大事 做大事 不要說那麼多粗口 我們可以說粗口 但是我們也可以不說粗口 如果我們一定要說粗口 我們成為粗口的奴隸 我們的詞匯也都是非常之少 我們要讀多些書 我不反對你說粗口 但是我不贊成 句句都粗口 我也都留意到 2019年 我們的衝突 其中一件事就是粗口 所以我們要控制一下我們的粗口 我們已經由粗口 變成更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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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也都是越來越接受粗口 第二件事 分別是在和理非變成勇武 對不對 我待會再說這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法律 法律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會說自己要守法律 舉高雙手被人打 舉高雙手被人抓 就是為了合法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合法都會被人打 都會被人抓 都會被人攬捕 甚至叫我們去坐牢 說我們暴動 昨天 昨天就是有人在商場裡面走 走的 已經被人打 被人抓 不知道什麼罪名呢 48小時之後是 和理非變成勇武 法律都是一樣 由守法律 變成我們願意做一些違法的事 例如賭爐 例如打破別人的玻璃 例如拆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打架之如此類 的確是事實 第四樣東西 究竟2014年和2019年有什麼分別呢 很大分別 我剛才說了那三樣 第四樣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由年紀的 青年人 中年人 現在變成少年人 我記得在雨傘的時候 是有少量的老人家參加 但是現在 是青年人 中年人 有的 老年人都有的 不過我遇上更多的是中學生 這個究竟是反映 大人是很少參加 不能夠持續的參加 還是 我們要多謝我們的中學生 多謝我們讀Ivy 或者讀大學 那些年齡十幾歲的人 只有他們參加 才會每天都有的抗爭 因為大人掛著上班 對不對 做了一兩天 又去上班 做了一兩個星期 又要去上班 日後要去上班 最多晚上 來雨傘那裡坐一坐 誰可以延續這個抗爭呢 就是我們中間的少年人 就是我們中間的十幾歲的人 我們要向他致謝 請大家鼓掌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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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早上馬上有人 我向你割席 我向你割席 你做的不關我事 你做的我反對 但是這次我們不單止不割席 我們並且是永不割席的宣佈 是不是 無論怎樣 永不割席 我們中國人說 有容乃大 結果我們這次 真的有百幾萬人 真的有二百萬人 很重要就是你接納我 我接納你 不要因為大家的做法 大家的哲理 大家的方式不同 而割席 合法的做法 不合法的做法 大家都不要看小大家 是因為這個惡政迫白我們 令到我們 有些人做合法的事 有些人做不合法的事 但是總的來說 大家都是守法的市民 不想犯法 對不對 是 市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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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件事 我要說說有分別的 不是我們 是我們的政府 政府和香港警察 我個人不能代表大家 又不能代表大會 只是代表我自己 我懷疑 我相信 是因為朱經緯和七警案 我們的警察 竟然協議 摘體沒有號碼 沒有委任證 我們是執行 實在是犯法 犯了警例 經過我們去上訴 法庭都頒布了 那個決案就是 警察執行 是要有委任證 或者是要有他的編號的 但是我們的警察 被稱呼為黑警 死黑警 是沒有number 沒有委任證 我們難以識別他們是否是警察 我們難以識別他們是否是警察 我有一個結論 14年和19年的政府和14年和19年的警察 是有絕大分別 這個分別就是19年的政府和19年的警察都想合法執法 但是19年的政府和19年的警察 竟然是決定不合法的執法 犯法執法 不是知法犯法 不是知法犯法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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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犯法執法 這個在民命的國家裏面 我們見不到的 但是在我們香港今天 我們每天天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犯法的人執法 這個是14年至19年很大的分別 在我結束我的分享之前 我又說回少少裡面的內容 我喜歡選一件事 多說少少 就是關於勇武 我有時都會罵勇武的人 於是勇武的人就罵我 你是否勇武 你不是勇武 你好閉嘴 究竟什麼是勇武呢 勇武當然就是在於勇敢 沒有可惜不是在於 我有武力 我有武器 我們比對一下 防暴警的尺寸 比對一下我們年輕人的尺寸 比對一下大家的體能 誰大隻呢 誰好打啊 所以勇武不是代表我們有 足夠的武力 誰的武器 誰有啊 如果我們有 用不需要 丟燃燒彈保持距離啊 當然就是不用了 所以勇武的意思 並不代表我們有足夠的武器 有足夠的武力 相反正正正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足夠的武力 沒有足夠的武器 不過我們仍然有勇氣 仍然有膽量 站在黑警的面前 表達我們的心聲 表達我們市民的意見 爭取我們在這個社會裏面 有的公民權利 這個就是勇武 好 說得好 所以請大家不要把勇武 放在燃燒彈 打架 喊架 打爛玻璃 或者堵塞路那裏 勇武是有很多方式的 我隨便舉一舉例 我怕我講了太久了 我本來想舉我自己的例 但是其實 又不是很方便 在這麼公眾講 如果有我聊天講 就好些 有些勇武是不能給別人聽的 我講一些普遍的 如果一個公務員 他夠膽按張工作 他夠膽參加罷工 他夠膽發表正確的意見 講出我們香港的問題 你說他勇武嗎 勇武 如果一個警察 一個好警察 他能夠講出我們的黑警 曾經怎樣犯法 集體的違反 警規警例法律 甚至我們現在懷疑的 他831殺了人的經過是怎樣 或者我們有些片段 懷疑他們運私的是怎樣 如果有一個好警察 他能夠作出這個見證 你說他勇武嗎 勇武 但是他不會是做倒爐 不會是扔個燃燒彈 又不會是打破玻璃那個 所以我希望大家對勇武 有更闊更闊的 寬落的內容 擺在我們的心 我們每一個人 除了前線的人 可以做一個勇武的抗爭者 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裏面 做一個勇武的抗爭者 好 不要一定做一個 沒有危險 才抗爭的人 我們今時今日 的確確是要做一個 冒險的抗爭者 如果我們只是做安全的抗爭者 我們已經送了忠明 對不對 所以 不要界定在前面那10行的人 那100行的人才是勇武者 勇武有很多個方式 如果你是醫生 你都可以勇武 如果你是律師 你都可以勇武 如果你是一個受課員 你都可以勇武 如果你是一個學生 你都可以在學生的位置裏面勇武 我們要在日常的生活裏面勇武 但是不代表我叫你去打人 一定要記住 不是武力 不是武器 不是武器 武者是動作的意思 武者是動作的意思 勇武是勇敢地立刻去行動 對不對 好 第二件事 在我結束的時候 我都想和大家一起去記住的 就是變通 我們說以前的抗爭 抗爭了20多年都是失敗 為什麼呢 和你飛嘛 做些沒什麼壓力的事情 一美都是這個方式 於是我們就變成勇武 勇武如果停在勇武 好 我很相信又是另外一種固執 我們都會隨著和你飛一樣 二十幾年都會失敗 因為過中 不是因為和你飛 還是勇武 是因為變通 我們要變通 和你飛為什麼可以變去勇武 是因為我們見到挖頭路 所以我們變 但我們讓我們再進一步 不要見到挖頭路才變 我們要預測到挖頭路 就好掉頭了 不要被人搏才走 不要被人抓 才說我剛才不做這些 每一次我們都要計清楚 我不是反對大家被人搏 我不是反對大家被人賴 我不是反對大家犧牲自己去坐牢 但我們在這個運動裏面 最重要的 不是說我是和你飛 還是說我是勇武 而是變通 我們要有高度的適應力 我告訴大家 在我的觀察裏面 我認為警察的適應力是很強 他學我們 學我們穿到全身都黑了 對不對 他學我們蒙面 其實我們就沒有帽 他學了我們的帽 但是他們就不夠我們勇敢 因為他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 走不走 我們一個人的時候 仍然站在這裏做哨兵 對不對 對的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和你飛 還是勇武 是變 我們要善變 今時今日 練到昨天 我們在商場裏面走 他都可以做變裝 推我們到地下 打我們 抓我們 抓我們 我們要變通 我們要想想他們能夠做什麼 他們不能夠做什麼 再去草擬我們做的事 我們千萬不要 一次勇武成功 永遠都勇武 如果一次勇武成功 永遠都勇武 我們就等於一次和你飛成功 永遠都和你飛 大家犯同樣的錯 所以做人最重要 我們懂得變 做一隻變色龍 我們的抗爭 都要做一隻變色龍的抗爭 最後幾句說話 我知道有很多年青的人上網 看看法國怎樣抗爭 看看外國哪個地方哪個時代 怎樣有抗爭的活動 有抗爭成功 有抗爭失敗的例子 在今天資訊發達的電腦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世界是怎樣 過往今天 於是我也都看到 我們的年青人會去抗爭 抗爭外國的人做什麼 我們做什麼 沒錯 這是一種學習 但是我奉勸大家 我學習得到的就是不要照抗 因為我們跟別人有分別 別人生活在一群人的社會裏面 所有人都務求要民主 要公義 但是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社會裏面 所有人都要民主 所有人都要公義 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裏面 所有人都要錢 所有人都要工作 鬼佬呢 我翻了半年工 我是油浮 所以你叫他去罷工 二個借火 甚至你不叫他去罷工 今晚如果打死到的年輕人 明天全街都是人 不用你叫 我們的文化是不同的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抄 但是我們不可以期望 我們抄了他的做法 我們期望自己在香港這個地方 有同樣的效果 你有沒有領略到 你抄了之後有不同的效果 你有沒有想到你蒙了面之後 警察蒙面 沒有的 今天他蒙得比我們更厲害 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我們要記住 別人有一個愛惜他們 痛愛他們的政府 所以台灣的學生 他們有他們的運動 但是他們是得到釋放 得到特色 我們是不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 不愛惜年輕人的政府 所以不會特色我們 我們一直去叫特色 他都聽不到 並且他三番四次 每次都出來說不可能 我們要認識我們的對手 我們的對手 和外國人的對手是不同 和台灣的政府都不同 所以我們抄襲別人 學習別人 研究別人的抗爭方式 來到做在香港 我們要創造自己 那一種的抗爭方式 我希望大家 向世界學習 向世界宣傳 但是我們要創出 香港的一個抗爭的模式 是適合我們這裡的 暫時來說 我都覺得 我們都幾高分的 雖然有人被捕 有人被告 有人被監 但是我們是幾高分的 如果我們想再拿高些分 我們更加要識別到 在外國的政府 和我們的政府有什麼不同 有病 我昨天真的有病 我現在其實都在病 對症下藥 是很重要的 就不是人做什麼我做什麼 人做什麼就有什麼的結果 然後就怨 我們沒有這個結果 那怎麼辦呢 繼續做 不一定是繼續做的 我們要想清楚 要畫出我們香港這個中西文化 交流的地方的一個特質 我們要抄襲一下外國 但是又要記住 我們這裡是香港 不是美國 不是加拿大 又不是法國 又不是愛爾蘭 所以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創造出我們香港的抗爭 最後我們會見到成功的 好 光復香港 自在革命 光復香港 自在革命 光復香港 自在革命 光復香港 我最喜歡的一句說話 大家一起努力 好 無論你是什麼人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